Dio在預賽的是跑出了48秒93 第七道泰國的普拉納拉姆 好 泰國選手普拉納拉姆 預賽成績48秒42 第六道斯里蘭卡的達莎納 第六道來看到的是達莎納 預賽成績47秒49 第五道菲律甲的金牌選手 接著看到的是德普拉多來自菲律賓 在稍早的預賽46秒8賽 第四道米茲諾吳振彥 接著是代表台灣的米茲諾吳振彥 在預賽成績48秒60 第三道泰國的邦迪 接著看到第三道同樣來自泰國邦迪 預賽成績48秒81 第二道雅士生 好 接著看到的是雅士生意的林劍宇 預賽成績49秒19 第一道台灣師大許婷宇 好 接著看到第一道的是許婷宇 代表台灣師大 預賽成績49秒25 貝律賓的德普拉多 比賽跑出46秒83 好 那個 比賽齁 看起來雨勢是比剛剛還要更大一點點 對於他們的成績一定會有影響 尤其是在跑步的過程中 呃 以前我跑這個這個這個雨勢的時候跑齁 就是基本上有的時候會看不到 對對對 雨會就是進到那個眼睛裡面 所以 呃 選手齁 大會幾乎是1998年 呃 斯里蘭卡選手 床下的45秒18 是 好 來看男子400公尺的決賽正式起跑 好 我們來期待台灣的幾位選手 包括建宇鎮宇 震燕還有婷宇 能夠有一個好的表現 不過剛剛提到啊打莎娜 就是她的成績本來就是在這個項目當中啊 最出色了 剛剛有提到她 呃 押情賽的金牌 那個人的PB啊 看到45 是 到200的成績大概是21秒再22秒左右 是 哇 決賽真的開出來了 對 剛剛預賽的時候只是小事伸手到了決賽 完全0跑狀態啊 哇 基本上 已經其他選手完全看不到陳偉登這個鏡頭 只有她一個人獨跑啊 哇 跑到46秒以內 對 45秒81啊 哇 她的PB45秒30 所以 咦 她確實 跑得滿 她確實 跑得滿 盡力的 是 是 所以 呃 有一些像是南亞的這些國家齁 比如說像是斯里蘭卡泰國齁 或者是 呃 就類似這些國家 他們的400公尺齁 都是可以跑到15秒 而且 跑到46秒的人齁 一缸子 哦 對 所以 我們也希望齁 我們期望台灣的選手也能夠在400公尺齁 因為我們400公尺已經 呃 很久很久沒有 呃 能在國際場上伸展了 對 那當然也恭喜鄭彥 最後她是跑出了47秒89 獲得了第三名 當然 達莎娜的45秒82啊 哇 領先群雄 其實跟 第二名的菲律賓選手啊 德普拉多啊 已經相距 大概是1.5秒左右 所以 以400公尺來講 這是一個蠻大的一個差距 那當然 呃 達莎娜除了剛剛提到 2023年的亞錦賽金牌 在去年的亞運會 在16階 她也獲得了銅牌 所以 400確實是她的強項 我們看到其實前面200公尺 就已經很明顯的優勢出來了 對 沒錯 你要在前面 如果說對於台灣選手 前面要跑在21到22秒的話 呃 之後的200公尺可能會跑到 可能會跑到20 25秒左右 25秒 所以就大概是46 47 那我們台灣的選手 前面可以 1647 那我們台灣的選手 前面可以跑到 那就變成說 我們後面的這些 呃 同樣的 就是也是無揚力的訓練 呃 要再 要多琢磨一下 多琢磨一下 好 我就看到 達莎來自這兩卡 是所獲得的金牌 打了 是 好 成績 前面